这辆055年的日产大悬翼价值60万 这是Unicorn Design花10万收的一辆车 它叫风雅 这是日产在2005年推出的一款中大型豪华轿车 当年售价58.5万 但是前俩确实太像美颜版悬翼 后保险刚改成日版号更显短 58.5万这外一关跟大老板圈布鞋一个调性 这是我们陈走 但是有些土豪外面看着低调 你要是去他们家绝对给你镇住 这盘子女娃年间的 这个凳子偷艺年间的 都是老物件 这是你嫂子 来了 找人好久 虽然也得用真皮石木形容 但是这个料用的太足了 比这个料足的就是我们学校门口14块钱盒饭的用料了 四分四出14块钱 中共台跟铺地板时代 从上脸到下还做了造型 真皮处有多少呢 这么说吧 借钱不还那种人的脸皮 得来三张才够这车用 那是脸大吗 那是不要脸 车门拉手都是真皮薄的 同时这个黄色运用的非常大的 这么大胆的黄色 则在电脑里见了 后排非常好 一大堆按钮 不亚于之前拍的LS430 2005年的车就有影音系统了 我们找了周一轮的物与伦比演成会 能用 好使着 没毛病 这让我们突然有了奇怪的想法 但风雅的魅力不在这儿 而在于跑 现在的年代 驢车都有换挡播片了 这风雅不仅没有换挡播片 甚至没有运动挡 但是它没有运动挡的原因是天生就是运动挡 这辆车是5AT变速箱 即使最柔和的起步 转术也得给你顶上去 这变速箱调教太极心 极少看到2500转以下换挡的时候 它对驾驶者的设定是上车就干 5时5刻不再干 只要你踩油门的肌肉 有那么一丢丢的发力 见到干 像一直拉不住的疯狗 搭配疯狗的 是一款3.5升V6发动机 也是个疯狗 官方给的破摆时间是6.3秒 2005年开车出街 你想体面 他们给你体面 你不想体面 这辆疯狗帮你体面 回来 回来 这个变速箱和VQ35搭配之后 就给了这台车 这与其他同级别车型不同的驾驶理念 汽车有减震器 他们有个角度 大部分的车是这样 而F1是这样 角度越大 中心越低 过而支撑性越好 凤雅的原厂角度要大于同级别其他车型 我们的朋友觉得原厂减震搭配这辆车 就像给四万配了个旅游鞋 不够有味道 于是换了脚牙减震 同时把车降了三厘米 运完脚牙后 就像给四万配个高跟鞋 有味道了 有味道 不是有味 但是我要提醒有想改脚牙减震那同学 一定要慎重 日常使用经常拖地 真满受 有些伴侶吃老虎的车型 只是种假谦虚 就像有些人嘴上没有钱 但无时无刻不再秀优越的 而风雅这只老虎 真的是在用心伴侶 这辆车定位应该是中大型豪华运动轿车 所以它有一些我认为是缺点的地方 比如隔音不好 风噪又非常大 后备箱空间不规征 使用性差的 车门的质感非常薄 和这辆车的豪华内饰和价位一点都不搭 但并不影响这辆好车 但这辆好车当时在日本以外的市场表现很差 后来它变成了英维尼迪M35 再后来变成了Q70 只在日本市场以日产的身份出现 改logo重要吗 左边的是陈大爷家的姑娘 右边的是陈董市场的千金 是不是觉得右边的没行不去 你仔细看 是不是啊 所以改logo很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